北京谈判方案出台,刘鹤即将访美为川习会铺路,11月底中美首脑会晤,在即虽然双方已重启贸易对话,但目前仍无任何进展,美媒指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常世与美国财长,通话无果港媒消息,刘鹤即将亲自赴美磋商,广告香港南华早报,11月13日引述三个消息来源指,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即将赴美试图缓解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为G20崩会上的川习会晤铺路,不过消息称刘鹤此行的时间表,尚未确定,一名中共政府智库的人士表示,虽然现在谈判气氛,有所缓和中方比较乐观,但是对川普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没有把握。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未准备穿袭,会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斯蒂文·M·努钦已经恢复对话,尝试讨论一个缓解贸易战的协议。 报道引述消息指,11月9日两人已经通过电话但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美方依然坚持要求中方必须在正式谈判,前先拿出具体提议,而中方担心这样会失去谈判筹拿,因此希望首先谈判之后再拿出正式提议。 据此前美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出重启谈判的条件,就是中方要首先回应美方的贸易要求,拿出令美方满意的行动方案。 否则11月底的川习会可能剔除贸易议题分析家认为,刘鹤作为习近平指定的中,美贸易最高谈判代表不太可能空手赴美而相关信息。 也显示,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了对川习会的乐观态度,但美方的立场并无风动。 本月初的美国中西选举后川普所在的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但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不过强硬反击中共也是美国朝野和两党的共识,而且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更是被中共痛恨的鹰派人物。 外界普遍认为,这种新的两党制衡局势,将进一步降低川普政府与中方和解的可能性,有外媒分析中美和解的唯一可能是中方顺应美方提出的公平贸易要求不过。 北京目前依然强调美方要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显示中方虽然有所妥协,但在中国制造2025等核心问题上,仍然不愿让不美媒引述分析指,即使这次中美能达成一个临时性协议,也会与美朝川金会共识一样,难以持久。 今年6月,美朝首脑在新加坡会晤,发表了朝鲜无核化声明,不过美方虽然一度暂停美韩军演,但并没有因此取消对朝制台。 在发现朝鲜推诿敷衍衍无核化进程后,美方再次搁置美朝对话,并重启了美韩军演日前白宫贸易高级顾问纳瓦·罗·皮特·尼沃罗表示中共一贯年而无信,所以即使美中达成协议,也无法相信中共能够真正执行。 感谢观看